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最新出炉的雨精榜单 据克里姆林宫8号通报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项 关于加强横跨克斥海峡交通通道 电力输电线和天然气干线管道保护措施的命令 当天早些时候 克里米亚大桥公路桥上一辆卡车发生爆炸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说 据初步统计 事故造成三人死亡 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当中 目前克里米亚大桥公路桥已恢复通车 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8号援引 乌执法机构的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克里米亚大桥事件 是乌克兰安全局采取的一项特别行动 乌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当天表示 这次事件仅仅是一个开始 对此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回应说 乌当局对民用基础设施损坏的反应 证明了其恐怖主义本质 近日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如今发生核末日的风险 处于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对于拜登该言论 法国总统马克龙7号在参加欧盟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时表示 在发表有关潜在的核冲突威胁言论时 应当谨慎有此 当地时间8号 扎波罗热核电站及附近区域再度遭到炮击 以启用应急供电系统 俄乌互相指责炮击是对方所为 国际原子能机构对炮击予以谴责 并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内的 每台柴油发电机都有至少10天的燃料 核电站所有安全系统运行正常 据韩国KBS电视台报道 韩美两国部队7号起 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进行联合海上机动演习 美军参演舰艇包括 5号掉头重返韩国附近海域的 里根号核动力航母 8号 朝鲜国防省发言人说 韩美联合海上机动演习是军事上的虚张声势 朝方严肃关注事态发展 俄乌冲突爆发后 欧盟与美国一道对俄罗斯施加多伦制裁 但制裁的反噬作用 令欧洲国家处境窘迫 经济不堪重负 近日 意大利 德国 法国等欧洲国家 纷纷下调经济预期 法国表示 降低通胀压力 是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面临的最为严重和最为迫切的挑战 北京时间9号7点43分 中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使用长征2号钉运载火箭 成功将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 花复一号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这颗卫星的成功发射 实现了中国天机太阳探测卫星 跨越式突破 近日 中国空军兼机机 新型飞行人才培养模式下的 第二批飞行学员 来自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的 新兼石飞行学员 在经过系统培训后迎来首飞 兼石战机缓缓滑出机堡 在教官指导下 所有学员均完成了首飞任务 在8号举行的 2022年士兵赛团体赛 女团决赛中 由陈梦 王曼玉 孙颖沙 组成的中国队 以大比分3比0战胜日本队 至此 中国女队 以巴占全胜的战绩夺冠 并且实现士兵赛五连冠 这也是中国队史上 第22次夺得士兵赛女团冠军 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报道 近日 一辆开往古吉拉特邦首府 甘地纳格尔市的特快列车 与一群水牛相撞 导致火车发动机舱受损 据悉 出现事故的 致敬印度2号系列列车 9月30号刚刚投入运营 是目前印度速度最快的 半高铁列车 一榜值于请 我们首先来看看榜单的头条 克里米亚大桥爆炸起火 普京签令加强保护 普京现在已经下令 是要彻查这起大桥的爆炸事件 那么目前我们看到 大桥的公路和铁路运输 都已经恢复了 但是乌克兰方面的官员说 这只是个开始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8号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 援引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 切尔盖·阿克肖诺夫的话 报道说 克里米亚大桥公路桥 已恢复通车 经过全面安检后 轿车和大巴车可以通行 但载重汽车需使用渡轮 此外 经过勘测和修复 克里米亚大桥铁路桥 也于当晚恢复通行 俄交通部8号称 当天从塞巴斯托波尔 前往圣彼得堡的客运列车 已经发出 列车将正常通过 克里米亚大桥 据克里米亚大桥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项 关于加强横跨克制海峡 交通通道 电力输电线和天然气干线管道 保护措施的命令 据公开资料显示 克里米亚大桥 是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 是连接俄罗斯本土 和克里米亚的交通命脉 在俄队乌特别军事行动中 克里米亚大桥一直发挥着 后勤保障与兵力输送等关键作用 据报道 8号克里米亚大桥公路桥上 一辆卡车发生爆炸 导致与公路桥并行的铁路桥上 以货运列车上7个油罐被点燃 公路桥部分路段受损 据初步统计 事故造成三人死亡 调查人员已确定爆炸卡车车主 是俄南部克拉斯莫达尔边疆区居民 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此外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8号 援引乌执法机构的 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克里米亚大桥事件 是乌克兰安全局 采取的一项特别行动 乌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 波多利亚克8号表示 克里米亚大桥事件 仅仅是一个开始 对此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洛瓦回应说 乌当局对民用基础设施 损坏的反应 证明了其恐怖主义本质 同一天 俄罗斯国家杜马 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 斯鲁茨基表示 俄方对克里米亚大桥事件的回应 必须是强硬的 但不一定是迎头回击 克里米亚大桥爆炸引发各方关注 我们来看看网友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的确问题很多 大家肯定首先关注的就是此时此刻相关的一些情况 所以我想来推送清风徐来的这个问题 来看一看 俄媒说呢 克里米亚大桥恢复通车 普京下令加强安保 俄临近大桥一个地区 恐袭风险等级升为黄色 那这一系列的反应 释放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好的 这个问题我们请杜老师来回答 的确从这个加强安保 到这个恐袭风险升级为黄色 至少说明这样的问题 首先呢 大桥保卫战将会成为焦点 因为克里米亚大桥 是克里米亚的生命线 一旦供铁路遭到破坏 那么人员运输 物资保障 包括武器装备的援助 将会受到重大影响 这个状态下 如果生命线遭到袭击 那么今后克里米亚的防御工作 包括作战行动 有可能受到比较大的问题 但目前看呢 这个保卫有分很多层次 俄方的调查 到底是意外事件 还是恐怖袭击 还是乌方的军事行动 到现在呢 还没有调查结论 但是无论是哪种状态 都会对生命线构成严重影响 比如这次 在视频和图片可以展示 在中行货车发生爆炸的过程中 35秒钟爆炸了5次 而且呢 爆炸点位位于大桥 游滴向高的过渡段 如果在这个点位发生爆炸 那么上一段的桥 有可能会由于自中问题 产生严重坍塌 如果这个车辆 再向前行驶一段时间 在斜坡上爆炸 它所构成的伤害 有可能会更大 另外呢 一旦出现了这个油罐车的爆燃事故 或者训爆事故 它对整个桥梁破坏也比较大 远比那个什么450公斤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战斗部 和那个227公斤鱼叉导弹战斗部 所产生的这个威力要大得多 有人做个计算 油罐车 比如说你一个20吨汽油 如果全部去蒸发 在瞬间爆炸 它的爆炸当量是7734公斤 7吨多炸药 您目测 俄罗斯在克制大桥上 停泊这个油罐车 大概是40吨 如果10节列车 现在看的是10节油罐车 大概还要更多 如果全部爆炸 那么它所产生的是400吨汽油 400吨汽油如果全部爆炸 它所形成的爆炸威力 是154吨 所以这个比一般的导弹袭击 包括军事打击行动 对大桥产生的破坏作用 将会更加强大 所以下一步 无论是对这个意外事件 鼓舞袭击 或者是利用民用设施 对大桥所构成的损害 都是防犯重点 当然乌克兰方面 也声称是我干的 或者当然现在没有结论 也不好去推测 只有对结论进行调查之后 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结论 但无论如何 对于克制海峡周边的 各种保卫工作要强化 无论是ISMIS400 包括特战部队 以及其他的警卫工作 将会逐渐增强 所以下一步 围绕着主要交通干线 能源设施 这个点位 有可能会出现 比较大的影响 第二 有可能预示着 南方的战事会加剧 目前在南部地区 乌军向北部 俄军的作用行动 也在加剧 如果能够把俄军 最多的 更多的向北推进 这样克里米亚 有可能会更加孤单 最后打击克里米亚本岛 这个能力 也会进一步增加 但是我们从整个克制大桥 遭受气候爆炸事件来看 最重要的一个点位 就是双方今后 对于这种民用设施 战争潜力目标的攻击行动 有可能会成为常态 比如这两天 我们看到 乌军对于克里米亚 对于俄军境内的 四个村庄发动袭击 克制大桥 如果真的是军事行动所造成 那双方对于 现在的天然气管线 能源 包括各种水利设施 这个打击行动 有可能会成为常态 所以战场上 双方这种硬碰硬的 军事对抗 有可能会退居到二线 但是对于 这类目标的攻击行动 有可能会成为 今后的一个主要打击方向 好的 那我们看到 这个话题的关注度比较高 我们继续来推送 网友的问题 网友还非常地关注 就是关于这次 爆炸起火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来推送 大玉米的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 很有代表性 克里米亚大桥 此时爆炸起火 是什么原因 乌官员说 这只是开始 有什么样的意味 另外俄罗斯称 对此的回应 必须是强硬的 那么会是怎样的 一个举动呢 三个问题 好 请 海林老师 第一个问题 其实没有什么好分析的 因为乌克兰 自己已经放出话了 我干的 俄罗斯说 就是你干的 然后美国人说 乌克兰人想怎么干 这是他自己的事 不评论 实际上这三个表态 合并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 就是俄罗斯 因为克里米亚大桥的 爆炸事件 只能是俄罗斯 自己去进行调查 他们既不会有 所谓国际调查 也不可能 邀请乌方的人来参加 那么俄罗斯 最后的结论 一定就是 乌克兰方面策划的 一次袭击 这个结论已经是确定了 不管是不是真的 但是结论一定是这个 因为这个结论是 美国 俄罗斯 乌克兰 三方都在 强调的一个结论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可以说这个 不会有任何悬念 那么第二个事情 就是说 乌方为什么说 还只是开始 我们要注意到两点 第一 乌方说还只是开始 意味着说 乌克兰还要对 这个俄罗斯控制下的 这个甚至包括 俄罗斯领土上的 军民两用目标 那么甚至是 俄罗斯的民用目标 发动袭击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乌克兰 为什么要这么干 这个仅仅是说 要破坏后勤保障体系 那么在这个赫尔松旁边 有一个更重要的大桥 安诺诺斯基大桥 这个大桥 乌克兰炸了很多回 始终都没有炸掉 实际上如果以改善 赫尔松的战场态势的话 乌军应该 首先炸掉的是 这个安诺诺斯基大桥 但实际上我们看 它袭击的是一个高度 具有地标性质的 克里米亚的科资大桥 而炸掉这个大桥 其实除了显示一下 乌军的能力 特别是无安全部门的能力 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要进一步 给西方施加压力 去让西方投入更大的力量 去支持乌克兰 让乌克兰方面 这个最好是在乌克兰 引发俄罗斯和北约的 直接冲突 这是乌克兰政府 一直在要求的 但是北约一直不截查 如果炸了克尔大桥 俄罗斯进行反扑 进行大规模的报复 刚好就给了乌克兰 引向西方要求 西方直接 比如说建立进飞区 比如说提供空军 甚至于说 比如说派出部队 提供这样的理由 这方面的考量 是乌克兰去炸掉 从一开始就在酝酿 但到现在 把克尔大桥炸掉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至于说俄罗斯的反制 恰恰也是在这一点上 俄罗斯是会有顾虑的 就是如果它大规模的反制 去攻击乌克兰的军民 两用目标 甚至是民用目标 那么对于俄罗斯和西方 好容易因为这个 就是这个北溪二号被断 那么欧洲的产生的一些 对美国的不满的情绪 就很容易被转向 成为对俄罗斯的心不满 所以俄罗斯在这个情况下 不太可能采取特别大的 特别激烈的反制措施 基本上来说 第一个对等 我也炸你个桥 但是这个事情 俄罗斯从开战以来 就没试图炸毁过 地内薄荷的这个大桥 应该说这可能性不大 第二我打掉你一两个军事要塞目标 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第三个我对这个 乌克兰安全局的大楼 发动袭击 但这个就是 迅速是表达一下愤怒 因为显然那个大楼 它没有什么真正的 这个战术目标 那第四个就是 全面的这个升级打击手段 我觉得这个手段 现在基本上可以排除 所以未来俄军的报复 恐怕是以 就是军队作战的方式 对乌军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 来表明一下 就是我是有这个 主动的这个制空权的 我是有这个 全面的战场优势的 我可以按照我的心愿 打掉你某一些军事目标 但是俄罗斯方面 把这个打击对象 扩展到乌克兰的民用目标 现在来看 这个可能性不大 当然现在这起爆炸事件 是不是真的像 乌克兰媒体所说的是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所为 还需要俄罗斯方面的这个调查 最后来公开这个结果 来我们接下来看看 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还的确是有很多网友 关注到了各方的表态 也关注到了乌方的表态 这个问题是提问给小辉的 我们通过大屏幕 也来看一下 答答的这个问题 大桥爆炸起火事件 会对地区局势 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另外有俄媒报道说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 对此表示看到不评论 还称乌克兰人 可自己决定如何核实 以及在哪里这样做 那想问一下 小辉是怎么看的 这个问题是两个层面 首先大家过来在观察 这一次爆炸起火事件 它的后续的影响 其实我们会看到 这一次的爆炸事件 对于克里米亚大桥来说 并没有构成 这种完全的摧毁的效果 那俄罗斯方面 已经宣布恢复通车了 但同样的 对于俄乌冲突来说 我们会看到 这一次事件也并不是 大家一直在关注的 俄乌冲突的一个 所谓的转折点 未来局势 尤其是战局 会出现一些质的变化 首先从这一次的爆炸事件 尤其是从乌方 强调的效果来说 其实我们会看到 近一时期 大家比较关注的 在乌克兰南部 乌军在赫尔松地区 对俄罗斯的反攻的行动 那么现在主要的目标 还是要对俄罗斯的后勤 补给能力 进行进一步的削弱 在此前我们会看到 俄乌在进行冲突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知道 从力量上来讲 俄方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的 所以当正面战场 双方进行交锋的时候 对于乌克兰来说 这样的一些消耗的作用 是不可避免的 甚至对于乌克兰来说 在消耗的方面 压力是更大的 所以现在在乌克兰的南部 尽管乌方近一时期 在反攻的问题上 声调很高 但是在具体的 这种战术打法方面 我们更多是看到 乌克兰针对的是 俄罗斯的后勤补给能力 比如说在赫尔松地区 现在沿着地孽薄河而下 希望能够切断俄罗斯的补给线 将俄军分割 迫使俄军撤出 那这个时候 涉及到克里米亚大桥 很明显也涉及到 后勤补给的问题 克里米亚大桥 在装甲 燃料 一系列的这种 军用物资的运输方面 此前还是发挥了作用的 那即使现在呢 俄方说恢复通车 但是还没有恢复到 此前的这种运输的能力 那同样的 当俄罗斯加大一些资源的投入 来保证运输通道 像克里米亚大桥的 这种基本的安全的时候 也会对俄军的其他的行动 构成盟主牵制 那现在的时间点呢 是在俄方宣布 部分动员之后 部分动员还没有 完全发挥作用 所以乌方认为呢 目前可能对于后勤补给 对于在南部 对俄方的这种削弱和反击 其实呢是一个窗口期 所以所有的事件呢 其中是有些勾连的 那美方的态度呢 网友观察到 同样是非常耐人寻味 美方呢说不想多说 这样的一个表态的背后呢 可以看出的是 美国在刻意地进行撇清 而这种撇清呢 不仅仅是我们此前 多次讨论到的 美国对于俄乌冲突 立场是不派兵 不希望北约卷入战火当中 那同样现在美国认为 也不要把俄罗斯 直接逼到墙角 其实呢大家会看到 这一次的爆炸事件 美方尽管不想多说 但是很多方面的反应 都认为美方是 对这一次的事件有所了解 甚至是给乌方开了绿灯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尤其是近义时期 核的这个符号 开始变大的这种 时间的节点上 那美国如何来 尽可能地保持局势 不要向着失控 更加不利于美国 更加对美方造成 消耗的方向发展 就成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一榜之余行 回到榜单 看一看第四条 扎波罗热核电站 再次遭到炮击 启用了应急供电系统 所以我们看到呢 俄罗斯方面呢 声称是多次击退了 乌军的进攻 而且在多个方向 击退乌军进攻 同时呢 俄罗斯还警告美国 不要进一步地 卷入到乌克兰局势当中 而乌克兰方面呢 则是声称 收复了赫尔松的 29个定居点 我们通过短片 来了解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尔松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尔松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尔松的 我们来看周周的这一个问题 也问得很好 关注到的是拜登 最近的一个和末日言论 他说呢 马克龙称其应该谨慎用词 这说明西方国家的一个什么心理 另外呢 外媒说呢 美额将一条 曾在古巴导弹危机时 使用的安全通信线路重启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两个问题 我们请杜老师来回答 法国按说跟美国关系非常的紧密 特别是在拜登和末日这个词上呢 西方国家态度开始出现比较大的温差 大致是两个理由 首先呢 是美国的核借口 其次呢 是美国盟友的核担忧 美国目前呢 在俄乌冲突 包括其他的要素 都在放大俄罗斯的核威胁 无论是在扎波罗热核电站 放大俄罗斯 有可能会造成意外的核事故 另外呢 指着俄罗斯有可能在边境地区 要使用战术核弹 从事英国媒体也说呢 已经把核列车开到了边境地区 都说明美国目前正在把与俄罗斯 展开所谓的核战 当成一个基本模式 但现在看呢 美国所谓的借口并不成立 我感觉主要目标呢 还是通过放大俄罗斯 在民用核设施和军用核装置 两个方面的核子 强化自己在东欧方面的核部署 因为最近波兰杜达曾经这样讲 说正在与美国探讨和共享 美国说开放式 也没有做否定 也没有肯定 也说明呢 在欧洲地区 除了与五到六个国家 进行战术核武器的共享之外 不排除 它在东欧国家 会选择一个国家 进行战术核武器 第六个点位的部署 也说美国目前 放大俄罗斯的核威胁 实际上是为自己 在欧洲地区 特别是东欧前线 部署更多的核武器 来寻找借口 很显然法国 包括其他西方国家 何担忧 就如果美国 把俄罗斯目前这个核能力 包括双方的核风险 继续推高 实际上呢 会让整个欧洲地区 承受核灾难 美国远在万里之外 如果双发真是触发了 不等规模的核战争 核冲突 那么受到重大损害 在周边国家 比如说扎波罗斯核电站 如果遭到威胁 那么法国 德国首当提冲 那如果爆发了 小型战术核弹的使用 也可以对欧洲地区 构成大的伤害 所以这些国家 特别担心自己的国家利益 在美国的鼓动之下 遭受到一种核损害 的确这个红色电话线 开始沟通 也说明了 双方在核问题上 保持相对谨慎的态度 如果1963年以来 从这个古巴短大危机到现在 那双方在重大问题上 相互沟通 有可能会避免一些 真正意义上的这种核冲突 美国的核借口 并不是想真的进行核战争 而是要进行核威慑 进行核部署 所以双方如果能够 在核这个问题上 能够克制 能够形成一种沟通关系 对于整个地区和全球的 这种安全稳定 也能够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另外我们看到 美国等西方国家 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拜登最近就宣布 再向乌克兰提供 6.2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那么详细情况 我们来了解一下 持续军援 6号 核卫星通讯社报道称 自俄罗斯在乌克兰展开 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美国政府加快了非政府层面 向乌方提供武器的审批速度 将办理时间缩短到几个小时 而就在此前两天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6.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炮 火炮系统 弹药以及装甲车 随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 这是2021年8月以来 美国第22次 从国防部库存中提取队屋军援 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 美国队屋军援总额 已超过175亿美元 对此 何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美方越来越多地卷入俄乌冲突 越来越接近于成为冲突的一方 这是极危险的 与此同时 西方国家对乌军援也在加码 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宣称 法国打算向乌克兰提供新的 凯撒自行榴弹炮 据消息人士透露 法国同样在研究 向基辅提供20辆堡垒装甲车的可能 此外 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 近日也与乌防长就英国继续 向乌方提供军事援助的事宜进行讨论 据悉 英国今年对乌克兰的军援总额 目前估计将达23亿英镑 仅次于美国 而德国国防部日前也证实 德国 丹麦和挪威三国 将为乌克兰购买16门 阻扎纳2自行榴弹炮 赤资约9200万欧元 将于明年开始交付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 核乌冲突爆发后 包括美国 英国在内 至少28个国家向乌提供了武器 大部分是北约国家 分析声 西方国家原乌的武器 可能会通过黑市 流入恐怖组织手中 增加全球恐怖主义风险 所以美国不断地军援乌克兰 俄罗斯也向美国发出了警告 不要进一步地卷入乌克兰局势 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提问 这个网友大漂亮 他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关注到了两个细节 一个是快 另外一个是晚 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问题 美为何加快 非政府层面向乌提供武器的审批速度 另外西方持续对乌军援 但是很多的武器交付却在明年 甚至更晚 这又说明了什么 审批快 交付晚 我们请韩林老师来分析一下 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 第一个就是美国 其实一直是在从美军的库存中 提取武器装备向乌克兰提供 那么在质量和数量上 它都有比较明显的限制 也就是说并没有说像这个 当年像武装伊拉克军队那样 一下子就几十万 几十万人的装备 就这样去提供过去 去重建一支军队 其实美国在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的时候 它一直秉持的原则 是这个点滴的原则 就是我一滴一滴水量慢慢下 那么每次的批评都不是很大 用这种方式来调控战场的节奏 那么既能控制乌军的行动 又能够不断地去消耗俄军 这个是美国人从一开始 对战争介入的一个打算 就是他就是要利用俄乌冲突 去消耗俄罗斯 那么真正大规模地 给乌克兰提供援助 这个事并不在他的计划上 那么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 美国现在自身的武器装备库存 其实是有限的 那么美国要在不威胁 自己美军的全球库存的情况下 给乌克兰提供援助 已经需要动员 它的私人公司的力量 特别是通过加快这种 说非政府机构 包括军火公司 包括这些一些 就是能够绕开 美国的军队的管理条例的 一些企业 或者是一些机构 去向乌克兰提供 他们手中的武器库存 以减少美军的压力 这是从美国人的方面考虑 而欧洲的这个情况 就要更尴尬一些 因为欧洲的武器库里面 的确没那么多装备 美国是自己是足够的 但是它要保证 美军的装备不出现匮乏 而欧洲的国家 很多欧洲国家的武器装备 其实非常有限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更多的 向这个乌克兰提供的装备 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来说 就是差一大截 尤其是数量上来说 十几门二十几门 这样的装备 很难真的在战场上解决问题 所以其实反映出 第一 欧洲国家有一种心理 就是说他并不愿意 让这场规模打 这场战争的规模 打得过大 而且他们也不敢去冒险 说这个让俄罗斯 把俄罗斯推到一个墙角上 让俄罗斯撕破 打破目前所有的 关于特别军事行动的 自我约束 另外一点就是 欧洲国家自身的能力 的确很有限 他们最终 还是需要去求助于美国的 能够欧洲国家 自己拿出来 给这个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装备 在数量上 在质量上 其实都远远不可能 满足乌克兰的战场需求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乌克兰特别着急的原因 因为话说的都很满 但是武器不到 那么这种大反攻 在哈尔科夫方向 在这个赫尔松方向 如果武器装备的 这个补充不能及时 那么很容易 最后就一窥千里 被人一下子推回去 这件事情 其实乌克兰在今年的 五月份的时候 已经试过 那么他现在 非常急于去要求 西方国家 尽快把武器到位 也是有这个考量的 毕竟这个成果 对于乌克兰 现在的这个战场成果 对于乌克兰来说 它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 任何一个乌军统帅 都不至于自信到 说离开了西方的军事援助 现在他能守住这些地方 好 那我们这个话题 接下来还有很多的网友 在提问 我们再推送一条 好 接下来我想来推送 来自央视频的一位网友 史蒂文的一个问题 来看一看 拜登说 美国随时准备 让任何支持俄行动的 个人实体和国家 付出沉重代价 那么这个代价具体指什么 另外泽连斯基否认 呼吁对俄实施先发制人打击 但是又倡议对俄采取行动 怎么来理解呢 这两个问题 我们请小灰老师回答 首先代价肯定 不会指直接的军事行动 不会指美军的大打诸首 但是当美国总统拜登 说到代价这个词的时候 很明显是有些威胁的意味的 其实大家观察 在无冲突的过程当中 一方面当然 美国拉着北约的盟友 对乌克兰提供支持 对俄罗斯进行消耗 那同时我们观察到的 另外的一个战场 是美国不断地 拉着西方的盟友 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也就是说对于美国来说 不战而屈人之兵 一直是美国的 一个优先的选项 当然的制裁的效果如何 很明显的 现在没有达到 美国的所谓的最优的效果 俄罗斯说 俄罗斯的经济是有韧性的 俄罗斯挺住了 但是在下一阶段 俄罗斯是不是能够继续挺住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美国对于俄罗斯的打压 仍然在延续的过程当中 当然希望打垮俄罗斯 那即使不能够打垮俄罗斯的话 也希望在金融 经济 贸易 包括能源等方面 对俄罗斯进行这种脱钩的设计 如果进行了脱钩之后 改变了相关的 这种经济上的格局之后 那么在下一阶段 美国的盟友对于俄罗斯的依赖 会逐渐转移成对美国的依赖 美国认为队伍会更好待了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会看到的是 当拜登说代价的时候 可能会指更多的制裁措施 尤其是长臂管辖 也就是谁支持俄罗斯 谁就成为了美国要打压的对象 那这个时候 这样的一种目标 并不是在当下的 特别军事行动当中 美国要战胜俄罗斯 或者是说迫使俄罗斯停止行动 而是更长期地 对俄罗斯构成这种消耗 应该说布局是美国的重点 当然从乌克兰总统的澄清当中 我们也可以读出很多的信息 首先说澄清来得比较晚 它造成了一定的误解之后 并没有立刻澄清 在澄清的时候也比较牵强 只是说它不是那个意思 甚至说是翻译的错 其实这种澄清 我们会看到背后 应该有美方的受益 大家也观察到 近一时期乌克兰方面 对于未来局势如何发展 更多地依靠西方 刚才叶老师也谈到 武器装备供应的问题 美国对乌克兰 在提供支持的时候 也有自己的算计 欧洲国家是有些力不从心 所以当乌方发出一些信息 那有可能把美国 突入战火的时候 美方要求乌方进行澄清 是下一阶段 进行支持的一个 所谓的先决条件 那在这种澄清之中 乌方也希望在澄清之后 更多地获得来自于美国的 尤其是军事装备方面的 现实的支持 另外由于北溪管道被炸事件 使得俄罗斯和欧洲的 这种能源关系 越发地引人关注 6号我们看到 欧盟批准了新的对俄制裁 但是因为北溪管道被炸 以及能源危机的出现 使得这种反噬效应 也开始显现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欧盟委员会6号表示 欧盟已批准 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 所有制裁措施中 最受关注的 就是对俄罗斯石油的限制 据外媒报道 最新一轮对俄制裁 将禁止超过价格上限的 俄罗斯石油 通过海陆运输至第三国 但7号 欧盟27个国家领导人 在捷克举行会议 未能在是否和如何 限制天然气价格 这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 据悉 在欧盟对俄实施多轮制裁后 欧洲出现了能源供应紧张 天然气和电力价格飙升的情况 导致整体通胀水平居高不下 6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 要求采取新的经济措施 来应对西方国家的制裁行动 同一天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巴表示 欧盟批准的对俄新一轮制裁 再次表明 美国和欧盟 与市场经济原则背道而驰 与此同时 北溪事件仍突朔迷离 当地时间7号 俄罗斯驻丹麦使馆表示 由于俄方没有被邀请参与对 北溪天然气管道泄露事件的调查 俄将考虑对事件展开单独调查 俄方认为 没有俄方参与的调查 无法做到客观公正 此前一天 俄外交部副部长 谢尔盖·维尔西宁还表示 莫斯科正在考虑所有选项 以确定北溪天然气管道 遭恐怖袭击的原因 值得关注的是 瑞典官方6号发布消息称 初步调查显示 泄露事件是爆炸造成的 7号 路透社爆料称 在北溪二天然气管道 第一次发生泄露后不久 一架美国海军侦察机 曾在附近海域上空飞行 而此前俄美称 在泄露事件发生前一段时间内 美军机也曾数次 在管道上空飞行 此外 俄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此前还表示 在北溪天然气管道 发生泄露后 美国已提高了 其液化天然气的价格和销量 这一轮能源博弈又有何看点 我们看看网友的问题 我接下来这个问题 是提问给小辉的 我们也通过大屏幕 一起来看一看风清扬的 这一个问题 路透社爆料说 北溪二管道泄露数小时之后 一架美军P-8A 曾在附近反复飞行 意味几何 普京下令更换 撒哈林一号油气项目运营权 也就意味着 美企将不再主导运营 会对美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这两个问题 都是关于能源的问题 首先说到北溪泄露的事件 近时期大家都非常关注 我们都知道调查的结果 最终可能是一个罗生门 尤其是现在由谁来调查 俄罗斯能不能参与 很明显俄罗斯和欧洲国家之间 是有分歧的 但是这并不是事件发酵的一个重点 而是我们会看到 在事件发酵的过程当中 美国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现在美国极力地洗清自己的嫌疑 把矛头指向俄罗斯 进而能够拉近 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 恐怕这个目标 现在并不是完全能够 如美国所预期的那样 呈现出一种所谓的最优的效果 那么对于美国 对于欧洲能源供应的影响 现在有更多的欧洲盟友 提出了一些质疑 对于美国希望欧洲强行地 与俄罗斯进行断供脱钩 很多的欧洲国家 是有自己的顾虑的 这是这个网友的问题 我觉得指向的一个 最清楚的信息 当然了大家也会看到 关于这个撒哈林的项目 应该说俄罗斯的这种反应 应该是美国此前 对于俄罗斯在经济能源方面 不断地加码制裁的一种回应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制裁的问题 一方面好像美国手里的制裁大棒 是非常大的 非常硬的 美国挥出大棒的时候 会打伤对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俄罗斯手里头 连一个棒子都没有 所以在对美方进行回应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看到 在今年三月份 当俄乌冲突开始 俄罗斯国内一些外资企业 纷纷逃逸的时候 俄方是采取措施 阻止这些企业逃逸 但是现在涉及到 撒哈林一项目 很明显不管是美方企业 还是现在还涉及到的 日方的企业 被挤出是他们所面临的 一个对自己不利的前景 当俄罗斯进行反制的时候 是要以俄罗斯的方式 来使俄罗斯能够尽可能地 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接下来回到榜单 来看看榜单的第五条 朝鲜批韩美联合军演 企图在军事上虚张声势 尤其7号8号的 新一轮的美韩军演 里根号航母突然掉头 回到半岛通部海域 引发了高度的关注 那我们接下来也通过短片 来了解一下 秘籍军演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7号表示 韩美两军7号至8号 在日本海实施联合机动演习 韩军派出文武大王号驱逐舰 东海号护卫舰参演 美方则派罗纳德里根号 核动力航母参与演习 6号 据美军印太司令部信息 美日韩三国在日本海实施了 联合半岛演习 美军出动了里根号航母 打击群下属的一艘巡洋舰 和一艘驱逐舰 韩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 也各派舰艇参加演习 韩联社特别指出 美日韩连续两周 在半岛东部海域 进行连演上述首次 此前 里根号航母一度抵达 日本本州岛与北海道之间的 金晶海峡附近 韩军方5号称 美航母编队当天 重返半岛东部海域 外媒指出 美航母刚驶离 就随即返回的情况非常罕见 此外 美日两国空中力量4号 在日本九州岛西部空域 进行了战术演练 日方出动4架F-15和4架F-2战机 美海军陆战队则派出F-35B 此前一天 美飞新一轮联合军演 也在飞陆军司令部启动 还邀请了韩国和日本 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值得注意的是 美在亚太地区 不断增加前沿部署的兵力 和先进装备 并强化在本地区的军事行动 据官方数据显示 目前美军在亚太地区 部署的兵力总数 约37.5万人 舰艇约200艘 占美海军 现役舰艇总数的三分之二 美军各型号飞机 超2500架 从地点分布来看 美军升级部署的关键区域 包括关岛 由恒须贺 佐世保和盐国 组成的日本基地群 以及以达尔文为核心的 澳大利亚北部基地群 美国在亚太地区再先波兰 我们看看网友们 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接下来这个问题 是专门提问给杜文龙老师的 也是这几天 我们在新媒体后台上 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蝴蝶的问题 他说美航母紧接掉头 去参加美日韩演习 有什么样的不同寻常 另外美国不仅与日韩密集军演 美非的连演也要拉日韩入局 那么他们在盘算着什么呢 因为这个话题 关注的网友比较多 我们请杜老师到大屏幕前 来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美军这次演练 基本上是在周边 近距离内的演练行动 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双方演练 还有三方演练 美韩这次演练行动 号称联合机动 联合机动顾名思义 就是要进行海上游行 但现在看出动的武器装备 跟海上武装游行 有比较大的差距 特别是美国战略佛号 里根号出现 另外韩国也把自己 最强的驱逐舰护卧舰 纳入集中 也说明这种所谓的联合编队 几乎在日本海 一旦形成强大的作战能力 对朝鲜北部的威胁 将会明显增加 特别是在海上 如果通过这种攻击行动 对陆攻击 包括其他行动 对于北部的各种设施 散出威胁将会非常严重 另外现在的美日联合空战演练 也在九州岛快速进行 空战演练 美国和日本都出动了高端战机 美国是F-35B战机 日本把自己F-15战斗机 包括F-2战斗机都出现 而且演练地点就在九州区域 九州就在西南方向 如果美国海军乱队 跟日本的航空作卫队 搞演练 这是第一次 像之前都是海上作卫队 与美国的海军乱队 高演习 但现在如果这种跨军种 交叉演练形成双方的作战模式 那不排除今后 在西南方向 把空中进攻能力 将会成为核心 也是重点 双方都把主力战机 进行了联合展示 而且要进行联合指挥 联合作战 说明今后依托 美日在西南方向的 强大空战作战能力 再加上这个无人机 就可以形成在这个方向的 攻击的一个大的覆盖范围 另外这个三方演练行动 特别值得关注 而且这次演练行动 还是里根号 从清津海峡搞了二进攻 48小时 所以现在看 这个演练行动 是一种撑腰打气 因为这个演练行动之前 韩国方面声称 朝鲜的中程导弹 4600公里 越过了日本上空 达到了5000公里之外 也说明 对于日本的威胁量会增加 日本自己讲说 老百姓包括民众在躲避 然后高铁暂停 如果按照美国在日本部署的 艾国者三导弹的射高 它达不到970公里 韩国方面测定 这枚中程弹970公里的弹道高 艾国者三拦不到 这个状态下 在朝鲜和日本之间 就要与联合编队 所以给韩国 包括日本撑腰打气的效果 通过防空反导作战 就可以体现出来 所以这种作战能力 实际上是一种安慰 通过这个样态 也可以传达 对于朝鲜的军事威慑行动 南海美国也不消停 美飞的联合演员行动 包括这个两栖作战 现在也是一个重点内容 目前看 如果通过在南海 进行这种特种作战 包括以这个美国号 两栖作战作为核心 作为重点 这样它的海上控制能力 包括偷袭行动将会提高 这次没有选择航母 但选择的是小航母 闪电航母 而且是美国籍最新的 两栖攻击舰 可以搭载F35B作战飞机 进行各种联合作战 所以我们大致判断 这种联合作战 如果在南海地区 把菲律宾进行纳入 而且今后肩并间 还要把韩国 日本 全部纳入其中 它的团队在增加 朋友圈也在扩大 它的作战能力和打击效果 将很明显增加 因为它跟菲律宾演习 是叫剃头挑的一头热 美国很强 但菲律宾很弱 如果在整个肩并间过程中 有更多的肩膀纳入其中 这样在南海 它所搅动地区风险 和格局的能力 将会大度提升 好的 谢谢杜老师 请您回座 所以我们也通过 这一系列的分析 能够看到美国 在拉着盟友 搅动亚太局势 同时日本也借机 在西南诸岛的部署上 搞了很多的小动作 好 这个话题结束 我们再来看看 网友们还有哪些问题 的确 最近的 亚太地区的热度升高 可以说很多国家动作频频 接下来这个问题 还是与此有关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完美假期的这个问题 韩美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进行联合演习 朝鲜说 这是其企图 在军事上虚张声势 那美近来一系列的军事动作 会如何来影响半岛局势呢 这个问题 我们请小灰老师来回答 我们会看到韩美 美日韩在相关的地区 进行演习 没有带给地区 更多的这种安全的信息 反而是造成了更多的反弹 那朝方的反弹 应该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其实从朝鲜方面 提出的这个疑问当中 我们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什么是安全的问题 今天呢 我们也讨论了欧洲的安全问题 在俄乌冲突背景之下 如何重新构筑安全格局 这是大家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涉及到亚洲的问题 尤其是亚太地区 美国的动作不断 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很明显呢 如果是一个国家 或者是说一个国家 带领的小圈子 他们之间呢 有这种所谓的 安全最大化的需要的时候 往往带来的不是安全 而是对安全的更多的损耗 所以呢 在当前 韩美进行军演的时候 是再一次地证明了 冷战的思维 这样的一种搞小圈子 安全的绝对化 不这个尊重安全的 它的不可分割性 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其实呢 现在朝鲜所说的虚张声势 我觉得要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来看呢 这种虚张声势 到底是要做什么 很明显 美国现在并不想帮韩国 来解决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 而是要利用这个安全的议题 来达到自己战略布局的目标 所以呢 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呢 对于朝方威胁的 这个信号的凸显 对于朝方在这种 安全军事方面来施加压力 都是为了服务于 美国拉紧盟友的目标 所以呢 朝鲜方面提出的 这个虚张声势的时候 首先是对这种做法 有非常深的质疑 也希望引起更多的地区国家 和国际社会的关注 那同时呢 说到虚张声势 朝鲜在提出疑问的时候 相装五件意在配工 这个配工真正的只是朝鲜吗 恐怕呢 在这一系列的动作背后 美国在下一盘更大的棋 是希望呢 通过与盟友之间的这种互动 在地区安全军事部署方面 能够落实美国的目标 所以这个时候 很明显的是演习 没有带给地区更多的稳定性 反而是在刺激局势的升温 就像我们在几年前 观察朝鲜半岛的局势 往往是韩美一军演 立刻局势升温 造成更多的不确定性 甚至是失控的风险 那么现在呢 这一幕又在重演的过程当中 好 谢谢小辉老师 好的 那我们的节目 进行到这里呢 要提醒大家的是 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关注中国舆论场的 同名微信公众号 就能参与到 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 另外呢 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 积分商城和幸运大转盘呢 也已经开放了 有很多的独家定制好礼 给你来赢取 所以快来参与我们互动吧 好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进入 终于最热评板块 终于最热评 我们要关注到的是 美俄斗法 那么近来呢 美国拉拢其他的国家呢 不断地渲染俄罗斯核威胁 而在亚太方向呢 美俄也在持续地斗法 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6号 据俄媒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 维丹特·帕特尔表示 美国并无计划在波兰部署核武器 此前一天 据波兰媒体报道 波兰总统杜达透露 波兰正与美国就参与核武器 共享计划进行谈判 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所谓威胁 杜达表示 波兰有机会参与核共享 但并不意味着波兰将拥有 属于自己的核武器 这些武器不会在波兰的控制之下 对此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7号则表示 波兰早就与美国就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问题达成了一致 白俄罗斯面临的是实实在在战术核武器攻击 美国一边否认了与波兰的核共享计划 一边却联手日本给俄罗斯拱火 10月1号 代号为坚决之龙的日美联合军演在北海道启动 演习将持续至14号 据悉 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之间规模最大的连演 双方共出动约3500人参演 演习中 美军原本部署在日本冲绳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会进行实弹射击 针锋相对的是 核国防部日前宣布 核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接收了奥列格大公号和新西伯利亚号两艘核潜艇 新西伯利亚号是俄首艘量产型白蜡树M级攻击核潜艇 可携带搞马脑反舰巡航导弹等多种武器 此外 俄军还在千岛群岛方向陆续部署了 冷宝和武汇暗机反舰导弹系统以及S-300防空系统 尤其是在俄日争议岛屿上部署的导弹 射程可覆盖日本北海道的库坟区域 俄罗斯空天军也在俄日争议岛屿中面积最大的伊图卢浦岛 日称泽桌岛上部署了苏35战机 好 我们继续来推送网友的问题 接下来想推送这个问题 乔子怡的问题关注到了俄罗斯的一个战略部署 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么问的 俄太平洋舰队新接收的核潜艇将如何来部署 每日在北海道联合演习 俄部署的反舰导弹据称 射程可以覆盖北海道的部分区域 对此想问专家是怎么看的 这个问题我们请海林老师来分析 其实这个事很有意思 就是俄罗斯目前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 跟它在黑海乌克兰方向 显然是呈现了两种不同的风格 就是俄罗斯在太平洋上讲究小而尖 那么讲究这个小而经 讲究这个用高精尖武器 这种就是类合威射的武器 来对对手进行这个设置 而不讲究部署大规模的常规作战力量 因为第一俄罗斯国力有限 那么尤其是它这么大的幅员 它不可能在主要的陆军兵力 集中在乌克兰作战的情况下 在太平洋方向还集中能够威射日本的 这个足够的陆上常规力量 那么它依靠的就是这种空天军的力量 以及海基的这个战略威射力量 但是有意思的事情 它用的不是核威射 它用的是常规的威射 比如说它把两艘这个攻击核潜艇 所携带的常规导弹 作为遏制日美在北海道方向 加强军事合作的主要的武器 就是用这个我们说吧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两艘新下水的 13500吨的攻击核潜艇 用它携带了大量的垂发的 高马导弹作为一个威射手段 因为这个导弹在 我们知道在乌克兰方向 乌克兰因为美国的海马斯 是打出了名气 所以最近美国在太平洋方向的军演 经常把海马斯拉出来 这个做一个广告 俄罗斯也一样 俄罗斯的高马导 实际上在这个乌克兰方向 用来做对地的目标打击的时候 也打出了非常好的这个战果 所以俄罗斯在海上的时候也用它 那么它本来就是一个反舰导弹 但对对地攻击的时候 发挥的这个效果很好 所以俄方呢用这种方式来显示一下 它对这个北海道地区的整个日本 无论是陆上目标还是海上目标 都有足够的打击能力 高马导导弹确实战斗威力不大 200公斤左右的战斗部 但它的飞行速度非常快 它在末端攻击的时候 要两倍以上因素 这种情况下 不管击中海上目标 还是击中陆上目标 都可以完成一发入魂的任务 所以这个就是俄罗斯 现在用来在东方来威慑 美国和日本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手段 就是它用类合武器 用高精尖武器 用这种高超升的武器 来作为一个威慑手段 来弥补自己常规力量 特别是常规地面力量的不足 那么部署像这个苏35 这样的这个尖端战斗机 也是同样的一个考量 其实显示出了 俄军并不打算在太平洋方向 去冒险卷入一场和日本的冲突 但是它更多地要利用 这个战术威慑能力 来防止日本在当前的情况下 就是自我感觉太过良好 往前走得太远 实际上在北方四岛问题上 美国一直都是非常克制的 我们要知道一个 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在日美安保条约当中 是不覆盖南青岛群岛的 也就是说 美国早就把这个协助日本 夺回这个北方四岛 从它的军事作战任务当中排除 而且到现在为止 美国也没有这样的承诺 其实这也反映出 美国是不会为自己的盟友和俄罗斯 打一场战争的 但是美国非常愿意 驱使自己的盟友 去跟俄罗斯发生 比较尖锐的这种 特别是消耗性的冲突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 网友们还有什么问题 有可能是最后一个提问的机会了 我们来看一看 粉色心情的这个问题吧 美海军号称 最先进的核动力航母福特号 首次正式部署 矛头指向谁 另外有报道说 福特号问题很多 但是美国仍然在此时坚持部署 又是为什么 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杜老师来解读一下 我感觉这次号称全球最强航母 在首次任务部署中两个作用 矛头指向两个目标 第一俄罗斯第二支北约 因为现在如果在欧洲方向 强化海上打击能力 它对俄罗斯的优势将会进一步增加 因为美国借着欧冲突 在欧洲实现了不同作战军种的同步增加 比如在波兰 第五集团军总部要前进部署 今后要在整个地区范围内 对所有国家地面作用能力进行统筹 而且第82空降师 目前就在波兰有部分兵力的部署 另外美国借助欧冲突 在西班牙加了六艘驱逐舰 在英国加了两个F-35B中队 如果这个时候 把它的最强航空母舰 在欧洲地区展开 那么陆海空不同作战领域内 对俄罗斯的优势将会进一步提高 所以感觉这艘航空母舰的出现 它对于提高在地中海 波罗地海 黑海 包括其他作战方向的海上优势 能够取到很大的作用 第二是北约盟友 因为这次演练行动 美国和北约搞得很热闹 按照美国说法 九个国家 这个十七艘舰艇 六十多架飞机 要在整个演练过程中 伴随Foot Hall的航行 也说明了这次演练行动 不是Foot Hall一艘航母在演练 而是要通过这次演练行动 把这么多北约国家 进行集合 进行组合 这样它所形成的作战能力 包括对盟友的控制能力 也会达得很高端 如果其他国家 加入到整个航母编队之中 至少可以让Foot Hall 航空母舰的首次部署 和周边国家 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 这样一旦有 不同作战海域的冲突 Foot Hall就可以以实战的样态 出现在不同海域 但是反过来讲 Foot Hall又是美国航空母舰上 最贵 但是毛病最多的航母 号称是码头皇后 天上出问题 最近美国算了算账 说本来电磁弹射是 4166次出一次故障 现在降到了272次 降一次故障 最近又开始提高到 400次弹射一次故障 说明跟4166次 还有重大的差距 那个电磁拦阻这个功能是 16500次有一次故障 到现在48次就有故障 而且11台升降机 到现在只有8台能够使用 跟之前的设计指标相比 还有比较大的变化 大致看如果通过带兵部署 可以让航空母舰的实战水平 得到某种程度的检验 至少在实战中 暴露出更多的问题 为今后的加改装 提供一些基本的依据 所以我们看到 最先进的福特航母 首次部署就到了 大西洋和地中海方向 所以针对俄罗斯的这个意图 是非常明确的 那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大屏的直播 就先到这儿了 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但是不要走开 终于主播刘浩岳 将和苏小辉老师 接下来30分钟 继续在节目同名微信公众号 视频号抖音号 以及央视频APP上进行直播 解答网友问题 分析本周热点话题 期待大家继续来互动和提问 好 所以请大家继续来 拿起手机看直播吧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中国舆论场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